为了迎接九合一选举 警方可以说是绷紧了神经 全国部署将近六万名的警力 就怕状况层出不穷 这一次警方还首度出动了高科技维安 在各投开票所架设即时监控系统 一有状况就能立刻回传 市警局里大大的电视墙全程监控 为了能及时掌握辖内各投票所情况 警方在各投票所架设即时监控系统 首度运用高科技设备维安 本局目前的NP设备有1995台的设备 把现场的影像 即时重回到我们指挥所 那我们指挥所 指挥官就可以了解 整个现场的即时状况 这个是传输用的 是用什么传输 类似3G的讯号 其实所谓的NPolice 就是智慧型手机 跟特地开发的APP结合 再透过4G即时传输 就怕选举状况层出不穷 今年首度使用 有关违规警察执情画面 都可立刻回传 更加有效率 而上午9点新北市五谷 还传出有民众撕毁选票 警方也都第一手掌握 一个试毁选票案件 我们马上可以传回来 到我们这个指挥所 我们指挥官就可以了解 整体的状况 九合一选举备受关注 全国1万5千多个投票所 就部署将近6万名警力 台北市跟新北市 分别出动6千跟7千多名远警 防卫座的滴水不漏 就是要确保投票能顺利进行 有点TV 李宜庭新北市报导